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部分甚至达到200万单位 蜡度相当均人 墨鲁加毒蟹辣椒与普通辣椒树 其成猪的大小差不多 果实的大小和高尔夫球也差不多 其肥肥短短的果实 很像修正形的灯笼椒 在屏东东面村的一处农家 自行购买了墨鲁加毒蟹椒种子 经培育发芽长大成猪 结果后再收集种子 自行培育出相当多的幼苗 然后再种植盛出结果 结果后的辣椒果实可以切拌 不用蒸煮 直接冷浸泡橄榄油 可以保留墨鲁加毒蟹椒的香味及辣度 很适合需要辣度及香度的料理 台湾的水产养殖 每年创造庞大的产值 但鱼温养殖可不是把鱼苗 虾苗放下去而已那么简单 每天固定的寻手鱼温 确保水质状况都是必要的工作 位于嘉义县布袋镇的新温 银进的豪美里3D彩绘村 有着结合当地海原树的特色画作 一幅幅海底生物的描绘 栩栩如生的龙露铺丝的小渔村 这里充满着海洋风味的气息 同时有着鱼温养殖的生活故事 荣义清明过后的日子 是养殖户开始忙碌的饲养季节 从玉藻巡视温磁开始 就先观察水池状况 通常水池的好跟坏 就是水池是绿色的话 基本上就OK了 但这个绿色很广泛 如果是龙绿色 还是说有一点带蓝色 那种通常都不好 有几乎太高 这个很多时候是要靠经验的 因为我们没有像科技养殖 可以检测那个ph值啊 还是氨氮氮啊 亚硝酸什么的 配合水池运转 来达到良好的水体溶氧 是维持水质良好所需留意的细节 由早上8点至下午5点的 未养及巡视工作 是养殖业一年重要的生产阶段 并且入业之后还得加强巡视渔温状况 我们来说夜巡最主要就是看水车 有没有正常运作 因为到晚上尤其是凌晨 就是有低气氧泽造 也是会很缺氧 如果你雪车有故障的话 要立即处理 雪车是不能让它跳起来的 跳起来很容易出问题 搜独温池的饰养 与巡视的过程中 当然是养殖业忙碌的工作形态 心心且紧正来应对渔温的突发状况 盼望温池内的水产鱼类 很茁壮长大 兴许未来收成史 仍支持着渔民一年的生计